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下来单元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来 延续我们之前的这个专案 我们要来教大家怎么去加入点击播放还有暂停的互动功能 首先我们在 要用到我们的 这个点击播放暂停功能的话我们用在 UGUI这个上面 所以 我们在刚刚 在ImageTarget这边的话我们在Sprite的这个Player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打开这个Quade 那我们用这个 我们先来 来修改一下我们这时候不 不去开这个Quade 我们是要打开这个VideoPlayer 这个 自换一下 好 所以 当使用者使用者他去 点击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他就会打开这个VideoPlayer Ui 好 那现在这个Ui里面他本身里面有一个 RoleImage 看一下 他本身会有一个RoleImage的一个 东西 那这个RoleImage的话已经有内建一个 类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个控制 首先第1个部分我们把Player on Awake 这边 先关掉 就是他一开启的时候他不会去 播放而是让 使用者来做控制 所以首先我们要在VideoPlayer这个 这一个Panel这边我们来新增 按钮 Button 好 那在这边的Button部分的话 我们 新增 这几个 那这Button我们先首先先 做一个调整 好 那这Button我们 需要的Button基本上我们会需要 4个按钮 好 我们加上180 好 所以这边duplicate 分析一下 好 我们总共有4个按钮 首先第1个按钮 这边的话 我们是要 看看 这个是Play 然后第2个按钮 Pause 暂停的功能 第3个按钮 是停止播放功能 然后第4个按钮是把这一个Panel把它关掉 SB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按钮上面这边 Play Pause Star 这是Close 好 那这几个按钮 我们要把 Close部分都把它放到画面的一个 那个 左上 右上角的地方 所以 等一下 Close Play的话我们把它放在 右下角 那Pause的话我们把它放在 中间下方 中间 Stop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在 右下角 好 好 那我们 Roam image 所 在的位置 请 一下 整个画面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当使用者按下Play的时候他会让这影片播放 Pause的话会暂停 Stop的话就让它停 播放 好 那这边 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在操作上面还不需要 用到 Playmaker 就可以做 所以我们在我们先点选一下 这个按钮 这边有个 Unclick 先 加 然后把RAW image把它拖一进来 拖一进来之后呢 找到有一个 VideoPlayer Player 这边有一个叫Play 那他就可以 播放 Pause 也是一样 OK VideoPlayer 找到有一个 Tause 暂停 好 Stop Stop Row image VideoPlayer Stop 好 那 Stop的话 他就是 会把影片 停止 然后 会把石头 拉出去 那但是这边 哦 因为我们的图 在RAW image 这边它是把图是 Render到这个Video 把这个Render Texture上面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个功能就是它按下停止的时候会把这上面的图把它清掉 好 那这边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这个功能把它放在Start这边 这边再新增一个 然后把刚刚这个 Video 这个Render Texture 拖一过来 可以看到有一个Render Texture 然后这边我们找到一个Release 好 那这样基本上就OK了 好 那我们这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先 在 我们的那个 测试上面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接在这边按一下Play 好 好 OK这边的话现在目前 一开始影片出来的时候它并没有播放 所以这时候我们按一下Play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影片已经开始在播放 好 这时候我按Pause 这时候就 那Pause之后它是暂停 我再按一下Play OK OK 好 然后Pause 再Play 好那这时候我如果按Start 就把那张图清掉 好 然后Close这边 关掉 Close这边的功能 还没有加 Close我们要它做什么功能呢 Close这边 我们要把它把UI这一个 整个Video Plano 这个 关掉 Active 好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一开始影片都还没有播 好我们按一下Play Pause Start 那这时候关掉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 功能介绍 那大家可以 试着把它发布到手机上面做测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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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